阿根廷在9号迎来 现任总统米莱上任后的 第二次全国大罢工 这也涉及到了交通运输行业 大约有660万人通勤受到影响 这次也是再次的加大 米莱政府在国会所面临的压力 由于说当天的火车地铁 还有数条的公交线路计划 停运24小时 这些导致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市区 陷入一片瘫痪 而政府就估计 罢工导致大约有660万人通勤受到的影响 而另外有消息说 罢工也导致数以百计的航班取消 影响大约有9.3万名的乘客 而在与1月的第一次全国罢工来相比 这次罢工所引发的风险更高 现阶段米莱是已经改变立法策略 与温和的政治集团妥协 同所谓支持对话的反对派进行谈判 而不是用最初通过法令推动改革的办法 而现在也有评论说 尽管米莱在国外受到了 马斯克等投资者的赞誉 但是阿根廷的国内民众却对他极为不满